可否跟我們分析一下不同增加土地的方法 土地監察時都說 我不會將希望放在一種地的來源 正如我不會將希望放在公事合作 所以我們寫了那份文件給你們的小組 我們五、六種做法都贊成 公事合作建議設定了限制 最多是200公頃 為甚麼呢 我們不想由發展商操控土地的增長 所以為甚麼我們贊成田海 那就是全是公家 我曹聖傅聊天經常說 我們有土地儲備 但我當然知道是沒有 米乾也沒有米 你以為只有李永達和王先生知道嗎 你是發展商知不知道 你替我曹操閉話 你不做甚麼我做甚麼 是暴露 你嚇我發展商 俗語說句 即是你大外 但我不怕你 我知道你沒有底盤 我就不怕你 如果我首題有300公頃填海的地 我已經和你充時合作 不過我需要這樣的條件 政府給你 你不肯嗎 我不用這些地 我用這些地 你也有跟別人說 沒錯 但現在大家似乎對 就算是維港以外的 一些宜山填海的項目 其實接受的程度 都比起當年八、九十年代 是低了很多的 你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很多事是感搏上的問題 有些民間團體 填親海就說填海就建豪宅 這個當然不是現實 你看一下屯門 張軍澳 你看泉灣通宅 裡面都有一定數量 甚至有時大數量的高屋居屋 政府如果要推薦一個訊息 我填海的目的 主要是為大眾市民 就算你和市民說 我不肯肯都是七、三 有些可能只有六、四或五 遠一點都可以 我就變成八、二 我補充 其實我不覺得市民會怪責你 你對於公私營合作 坊間也很流行說這件事 還有這個擴大現有的MDA 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我對這個想法我完全開放 而且這個可能是解決 民間團體憂慮的方法 他們都不反應用MDA 即是新發展開 一一畫了之後 你土地收回條例和和它合作 形式就相對穩陣 第一就是你收回的時候 在一個MDA裡面 政府主導 如果你想快一點 它又合政府條件 你便可以和它合作 如果它不合的 你便收回 所以我對於你提的意見 在現有已經做過四個MDA 再劃 我完全支持 在這個政策上 一定是用英文就叫Carry and Steak 即是蘿蔔與大盤的政策 政府永遠都不應該收回 收回或說少或說低 它是有強制收地的權力的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